女人听说男友准备了求婚礼物 一看只是个纸箱子 而她男朋友消失几天了 就藏在这个纸箱里 小样 还和老娘玩躲猫猫呢 小美想把男友大夫揪出来 她用手推动纸箱 可大夫在里面大声惊叫 说小美差一点杀了她 把她推下了悬崖 小美吓呆了 她想进入纸箱一看究竟 可大夫不断制止她 说里面非常危险 进来了可能要一起送人头 小美叫来朋友们一起商量 朋友们看热闹不闲是大 不仅要进去还准备了直播设备 想要发到斗音期待大家点赞 没想到一进小纸箱 里面竟然是豪华版的密室逃脱 人们瞬间变小了 房间里有各种古怪机关 他们来到一个按钮处 上面写着千万别按 二狗一看起劲了 立刻按下去 然后让另一个朋友受到了大锤制裁 真是令人淡疼 他们继续向前走 经过了一个纸牌屋 里面用纸牌堆出了栩栩如生的人像 再向前是一个钢琴房 人们走在里面空空荡荡的 在不断地喷吐废纸 人们淹没在了纸堆里 突然冒出了一头牵纸鹤 她疯狂地追人猛拙 人们想逃离这地方 可大门已经关上了 还好小美发现怪嘴也是个口子 从嘴巴里钻了出去 人们好不容易逃离了这地方 一个缺心眼的老妹说 这密室逃脱太得尽了 她兴奋地踩到了机关 暗处飞来把斧子 让她的脑袋和身体说白白了 她身体喷洒出大量红彩带 人们吓呆了 这个地方真的会杀人 这个美女被男人找到了 就要嫁给她 可男人碰到一根线 来一个大钉坝 把她贯穿在墙上 身体里喷出红色彩带 女人吓坏了 把腿就跑 她可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都想好和男人回老家结婚了 她跑去告诉朋友们 带着朋友来看男友 可诡异的是 男人尸体消失了 地上多了航鲜红的脚印 还有许多代表血迹的红彩带 救人心切的小美 马上掏出彩指刀 想把这个害人的迷宫切开口子 快速找到出路 她刚滑下一刀 通道里传来了阵阵妖风 很可能有新的怪物要冒出来 小美加快动作 使出拆块地的爆发力扯开纸墙 从露出的大眼睛里钻了过去 有一个伙伴被吓呆在原地 她被怪物抓住 瞬间喷洒出大片红彩带 人们赶紧逃跑 迷宫里真有杀人怪物 她有着牛头人身 游走在迷宫里 伺机杀人 她追捕在人们身后 众人一阵乱窜 竟然找到了迷宫建造者大夫 大夫将他们领到了一个多彩房间 告诉人们这个迷宫活过来了 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外 而且空间还在不断扩大 他们必须要尽快逃出去 说完她带领大家 走进一次元空间 这个五毛纸桌是台式空机 男人进入后下半身消失了 掉入纸壳管道里 出来后竟成了卡通小人 大夫的朋友们也跟着跳下来 组成了纸片人探险队 这个通道里机关重重 不时有大锤抡过头顶 还有飞镖偷袭 他们刚躲过一轮袭击 通道突然变红了 来了个牛头人玩偶 人们哈哈大笑 就这还想搞我 玩偶摇身一变成了个壮汗 一手可以捏死一个指人 人们立刻逃跑 跑进前面的通道中 又变回了真人的样子 牛头人还想追上来 但大夫扯起一块拦布 就把牛牛拦在了外面 牛头人只能在外无能狂怒 大夫一行人继续探幕 他们经过许多古怪的房间 终于找到了出口 可令他们大为失望的是 出口外面还是迷宫 这个指向迷宫在不断扩张 只是找到边界并不能真的逃离 大夫要明白了 如果要逃离 必须毁掉迷宫的核心 他们只得再次回到迷宫里 这次他们遇到了一个木偶人 这是之前被杀掉的一个同伴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怪物 还在不断招呼朋友们过去 木偶举起手来 引诱人们和他记掌 而大夫知道这一定是个诡计 他们分成两拨人 一路假装不知情 在原地拖住木偶女 另一边的大夫和小美 则争分夺秒地设计迷宫破坏装置 当装置设计好后 小美拿出长刀破坏迷宫 刀一插入纸墙 木偶女便痛苦不已 旁边的人趁机扔出绳索 控制住了木偶女 之后木偶女突然炸开 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魔爪 将留下的人们拽向地洞 绳索的另一端在摄影师脚下 将它拉向了地洞 摄影师在掉下前一刻 还把储存器扔给了同伴 然后化成了一道烟花 真是打工人之光 这时的大夫和小美 来到了迷宫的核心地带 两人装好破坏装置 将它启动后打开了迷宫核心 大夫一刀将核心砍坏 迷宫顿时山摇地动 所有的房间摇摇欲坠 迷宫不断地坍塌 而牛头怪也被埋在了废墟中 大夫一行人回到了现实世界